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继续讲 地藏经 称佛名号平 第九 经文 又以过去 有活出世 好坡陀 魔圣如来 若有 男子女人 文士佛名 立于耳根 世人当得千环 生以六亿天宗 何况自心称念 这不是按照次序所讲的 不是说 无边生如来 消了四十节吗 的罪 保性如来 又可以成佛 坡陀 佛魔圣如来 佛魔圣如来 只是一千 缓 生以六亿天当中 好像这个功德 没有前面的大 听起来的感觉 好像不能成佛的感觉 不是这个意思 大家要了解 每一尊佛 有每一尊佛的艳力 一尊佛 度化众生 有每一尊佛的方便法 来度化众生 这都是因为根据 每一尊佛的艳力 他的方便 每一尊佛的艳力 而说明的 我们要了解这一点 那坡陀 佛魔圣欢欲成赤莲花 这个莲花是出污泥 而不然 佛在世间利益的众生 不会减少他的本德 不会减少他的亲近 佛菩萨倒架此行 来到这个娑婆世界 度化众生 就是不会减少他的本德 反而会增加他的功德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若有兰子 女人听到 这个坡陀 魔圣如来 这么一个圣号 立于耳根 我们在耳根里面听到了 重到我们的潜意识里面 耳朵所听到 耳朵所听到的坡陀 魔圣如来的德号 这个圣号 得到的功德 和果报 是可以生到六亿天 那六亿天就是从 世王 道立 夜魔 度帅 化乐 他化自在天 一共有六天 从第一天生第一天 第一天的寿命进了以后 又生上天 就是这个样子 来回在六亿天当中 缓缓缓缓的 生了一千次 那如果要自心诚念 就是诚恳的 发现的念 这个坡陀 魔圣如来的话 那他的功德 福德就更大了 这就是第三尊佛的意思 再来经文 又已过去 不可说 不可说 阿僧奇洁 又佛出世 好 狮子猴 如来 若有男子 女人 闻是 佛名 一念 归一 世人 得意 无量 诸佛 摩顶 寿祭 我们都知道 这个释迦牟尼佛 是受 燃登佛的寿祭 这是摩顶的寿祭 就是加持的意思 那这个 狮子猴呢 就是比翼的 意思呢 就是 狮子呢 叫的声音呢 是百兽都会 恐怖的 都会害怕的 就是这个声音呢 非常的逢量 透过了整个法界 那我们都知道 四真 讲经说法 就是狮子猴的意思 就是震动了整个法界 震动整个法界 所有法界 这个六道的众生呢 听到 释迦牟尼佛 在讲经说法的时候 全部都停止了轮回 停止了轮回 可见呢 这个功德 微得力 是多么的大 微得力呢 无量无边 四真呢 讲经说法的时候呢 用狮子猴呢 比翼 也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狮子猴呢 是非常的广大的 可以消了我们一切的罪业 罪障 这就是比翼呢 来显示 佛的胜德 他的微得力 他的得度 是无量无边的 使得所有的男子女人 在末华时候呢 天闻到狮子猴如来 这一帧的佛的名号 一念呢 就是时间很短暂的意思 这个一念 起一个念头的意思 归一 就是归一这个佛 归一佛 就是依靠佛的意思 那这个人呢 能够遇到无量诸佛 乃至以诸佛给他受计成佛 的意思 地藏经上面这些佛的名号呢 是比较特殊的 都已经是过去佛的意思 是地藏王菩萨说的 是他亲近过的 这一阵佛 不是很远以前的 过去不可说的时间 现在介绍给大家 地藏王菩萨呢 所亲近过的佛号呢 他介绍给所有的众生 能够得闻这些佛的圣号呢 一念起的这个信仰的心呢 就可以了脱生死 这个就是地藏王菩萨所讲的 经文 又以过去有佛出世 好极留身佛 若有男子 你能闻是佛名 自心瞻离 或父赞叹 世人以贤结千佛 会中为大患王 得受上祭 得以受祭这个千佛的 这就说到进来的佛 不是很远以前的事情 基留身佛呢 是贤结千佛的第一真佛 做着幻天的幻王 就是天界的幻王的意思 还得以受上祭 受上祭 就是受祭成佛的意思 贤结千佛给你 受祭说 你将来一定能够成佛 一定能够成佛 就像燃灯佛 受祭释迦牟尼佛 他将来成佛 称为释迦牟尼佛 或是世尊的意思 那我们都是未来佛 都是被这些佛菩萨所受祭 是未来佛 如果你听见一遍 听到世尊所讲的 大圣妙法联华经 这个名字呢 将来一定能够成佛 那什么时候成佛呢 就是你要精进修行 才有办法成佛 时间是由你自己做决定 没有一定的时间 如果你不精进修行 那时间就拉很长 如果你精进修行 你的时间就会缩短 就看自己精进用功的程度 艳丽的程度 到什么时候呢 就看自己修持的 结束呢 这个你修得的好 进步的快呢 结呢就少一点 如果你听了种 种个种子而不修行 时间就会拉得很长 各位呢 既然世尊所讲的 我们已经有人生了 又能够得到这个佛法呢 我们更要精进的修行 赶快成佛 不要再轮回 不要把时间给浪费掉 我们应该把时间呢 从长节呢 收为短节 收为短节 把时间拉短一点 不要再受轮回之苦 这就是大圣妙法莲华经里面 所讲的 就是成佛法法 为什么呢 谁闻到这一部经典呢 谁读诵这部经典呢 就一定可以成佛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 《妙法莲华经》 这一本书呢 这一本经典是非常殊胜 释迦牟尼佛为了讲 《妙法莲华经》呢 五千大阿罗汉退席 可见这个《妙法莲华经》的殊胜 在哪里呢 各位呢 去好好的拜读 就会知道了 经典由自己去读 自己去悟 你自然就会了解 《妙法莲华经》的《妙法莲华经》 赞叹是口业 我们嘴巴出了好的语言 赞叹的话的话就是 赞叹是口业 那我们所讲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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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业清净哦 不服造 而且把气调整了以后 然后心静下来 把身口意完全清净了以后呢 这就是三业清净哦 所以呢我们要念佛念经之前把身心完全静下来 这样子的话你才念经念佛拜颤了才有功德才能够真正消你的业哦 才能够消你的业的哦 所以呢 地藏经我们在念经 念地藏经呢 就赞叹了地藏大士呢 地藏王菩萨不可思议哦 那念普贤行愿品呢 有普贤菩萨的记者 那我们要赞叹普贤菩萨 无论你念哪一部经庭 我们这个翻开经典的时候都有占据 这个占据呢 我们要先先赞叹一下 先了解这个这部经的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 那这样修下来呢 才有那个功德才有那个效果 所以呢 对于贤解的激流孙佛呢 称阳赞叹呢 你可以得到什么效果呢 也就是在贤解 贤解千佛会上呢 你会做的大饭天王 大饭天王 不论哪一尊佛降生呢 第一个请佛说法的是大饭天王 各位可以从每一本经典 都可以看到呢 大饭天王有一些花燕再来的 那有一些呢 就像地藏经所说的 你遇到的激流孙佛的名号 你心里起了赞叹的心 嘴巴呢 起了赞叹的口吻 身业恭敬 身心恭敬 你就是在贤解千佛会上呢 会做的大饭天王 做完大饭天王的以后 每一尊佛前呢 都会给你受祭 将来呢 一定可以成佛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 每一尊佛有每一尊佛的含义 那再来就是讲到这个受祭的意思呢 那世尊所讲的 《花娃经》里面都给我们受祭的 但是呢 等到什么时候呢 将来时间呢 到了以后呢 受祭的因缘到了 你也精进修行的 你自然就会成佛 不受祭也能够成佛 所以在《花娃经》里面有讲的 我们要了解成佛 为什么要成佛呢 其实当下就可以成佛 但是呢 我们要了解 众生本事跟我们平等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觉悟 只是在你上面想说 我将来要成佛 那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佛就是觉悟 众生那就是迷 心佛众生平等 如果你今天心是佛 那当然你很快成佛 但是如果你心是众生 你永远都成不了佛的 不要在差别向里面修行 不要在差别向里面修行 心佛众生是没有差别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讲 说众生皆有佛性 就是因为众生你认为自己是众生 没有把自己的心呢 先提升上来当佛 所以永远都是众生的 我们要知道 我们跟诸佛菩萨是没有差别 诸佛菩萨是因为他有厌力 他有慈悲心 所以呢他们很快成佛 那我们众生呢 因为没有厌力 没有要利益众生 所以呢 没有厌力 没有醒就成不了佛了 还是在众生里面 所以我们要了解 为什么自己成不了佛的原因 虽然呢你已经成佛了 但是你没有佛的能用 没有到佛的能用 各位呢 为什么在这边会讲到佛的能用呢 各位可以看到 《妙华年华经》里面有讲到很多的神通 包括《华言经》也都在讲神通 那我们知道的这个实地平 从出地菩萨一直到实地菩萨 这个过程呢 从出地菩萨呢 他没有办法了解 他没有办法了解 二地菩萨的警戒 没有办法了解 二地菩萨的神通 同样的道理 我们虽然 心已经变成佛了 但是我们没有 修到那个警戒 我们的神通也没有出来 我们的能用也没有出来 所以呢 我们要修到那个警戒的以后 神通自然就有了 所以出地没有办法了解 二地的警戒 二地没有办法了解 三地的警戒 同样的道理 所以呢 我们要了解 如果我们的心一直在 你已经成佛的 但是还有烦恼在 这个就是无明的烦恼 还没有断失祸 失祸还没有断掉 虽然呢 你的厌力要成佛 但是呢 你的断失祸还没有断 还是有烦恼的 所以呢 我们没有成佛 所以我们要至关本来本来就记住的本性 但毕竟不是火 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将来呢 如果你没有成佛 将来还是当一个流浪汉 所谓的流浪汉就是到处轮回 没有成佛就是到处轮回 当一个流浪汉 你自己呢 没有到那个程度 所以只能当流浪汉了 所以呢 自己修行呢 要用功 修行是要靠用功的 不是别人给你的 虽然呢 虽然呢 佛有帮我们设计 但是你不用功 没有下一点功夫修行 你没有把你的本性 佛性给显现出来的话 就是还是在返屋里面 就是还是在返屋里面 所以呢 不要被见尸后的烦恼所困住的 或是沉沙后 或是无名 给盖住的 所以呢各位呢 有一些人呢 有一些人呢想说 要沾便宜 别人帮我修 我用金钱去买佛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修行了头生死 要靠自己 用功 才有办法成佛 才有办法得到果位 果位是没有办法用 任何的物质 向上的东西 所能够取得的 还是要下功夫修行 所以呢 各位呢 一定要精进修行 再来经文 各位呢 又以过去有活出世 好匹婆 十活 若有男子 女人 文士佛名 永不堕 恶道 常生人天 受胜妙乐 各位呢 这个匹婆 十活呢 他是所花的业内 是希望众生 能够闻到这个 圣号的以后呢 不倒露到 惡道里面去 生到人天去 这是最起码的 这是过去七佛的第一尊佛 叫匹婆师佛 什么是匹婆师佛呢 换圣观 什么叫做圣观呢 就是种种的观想 你要去观想 种种的见解 这就是像华严经里面的意境 无穷无尽的观想 种种的见解 那这一尊佛呢 是在 释迦摩尼佛 准备成佛的时候呢 修行了 三大阿僧奇节 满了 就遇见了这个匹婆师佛 遇见他修什么呢 修百节相好 这个相好呢 相庄严是可以利益众生的 但是心念不正的话 相是不为好的 大家要清楚 所以呢 我们经常念 天上天下无如火 这个在经典都可以看得到 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间所有我所见 我所近见的 一切无有如火者 就是在说呢 释迦摩尼佛 亲近了匹婆 世佛的所说的 占佛禁仪的时候呢 释迦摩尼佛说 天上天下无如火 没有像佛这样的意思 十方世界亦无比 也没有办法比较的意思 说这个句子呢 连续说的七天七夜 这个句子呢是赞叹的意思 下了一只足站着 当然他已经修到那个沉住了 各位呢我们要知道 我们有坐禅 立禅 卧禅 卧禅 站禅 就是他已经站禅了七天七夜 他没有坐下来也没有躺下来 就是站着的意思 那当他已经修到很高的警戒才有办法 站七天七夜不坐下来 那身见呢都没有的 若未来似的男子女人 听到匹婆似火的名号 永不堕恶道 永远不会堕落到恶道里面去 不再堕山徒了 不再堕落到山徒道去 恶道专指的就是山徒说的 这个山徒所说的就是地道 恶鬼道 还有畜生道 动物道的意思 这个畜生道 就是灰井左兽 称为畜生道 也就是动物道 所以呢 地藏王菩萨说 你闻道的地藏经 不再堕落到恶道的说法 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里说你闻道 匹婆似火就不堕恶道了 那各位呢 我们在修八十八佛 拜八十八佛的时候呢 也有这个匹婆似火 各位呢 其实在这个八十八佛里面 有一个匹婆似火 大家可以看得到的 大家清楚 再来经典 又已过去 无量无数 横河沙洁 有佛出世 好保盛如来 座有男子 女人 文士佛名 必尽不堕恶道 不会动落到恶道去 藏在天上 受盛妙乐 也就是在天界里面呢 这个享受天界的快乐的意思 那到天界的以后 其实都没有苦了 只有享受这个快乐 天界的快乐 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精进修行 所以呢 这里呢 地藏经上面所称的佛名号呢 第七尊佛叫做保圣如来 保圣如来就是南荒的保圣如来 就是我们经常看见 放生的时候的七火 有很多人呢 都会去放生 那在放生里面呢 有这个保圣如来 都会念到这个保圣如来 那这个七火的保圣如来呢 就是南荒的保圣如来 那这个圣呢 跟众生的生呢 完全相同 所以呢 中国的文字蛮特别的 取这个音 取这个音 那在以秘中叫做保圣如来 保圣如来 保圣如来 显中 翻保圣如来呢 有时候 翻的音呢 各有所不同 所以各位要了解 中国的文字呢 有时候 读的音呢 会有所差别的 跟这个印度的梵文呢 就会落差很大 所以中国的文字是很广的 所以一个佛号呢 它有它的这个音呢 各有所不同 个人所念的呢 就有所不同 保圣如来呢 有个艳丽 它的艳丽是什么呢 它适度所有恶鬼道的众生 它发现 它要度化这些恶鬼道的众生 这个恶鬼道的众生呢 实在很可怜 各位呢 我们在人世间呢 看到外面有一些饿死的 或是这个 在这个街头上面呢 有一些流浪汉 他们没有饭吃 他们受挨饿 我们只不过 这个一生呢 这一生呢 受这个恶的感觉 恶鬼道的恶感觉 但是当你 堕落到 恶鬼道里面去的话 那就不一样的 恶鬼道里面完全没有饭吃 那恶鬼道呢 他们的这个脖子呢 很长 如果你今天呢 化石给他们 要给他们吃东西的话 他们吃到喉咙了以后 就很烫 喉咙很烫 食物呢 吞不进去 如果化这个水给他们喝呢 喝到喉咙了以后 就像火在烧一样的感觉 这就是恶鬼道 真的很可怜 所以呢 我们现在的人 很多人呢 浪费很多的食物 把这个食物给浪费掉 倒掉 其实大家要知道 你战胜的这些食物呢 把它浪费掉 将来 你死了以后 你就会当恶鬼道 因为你把上天给我们的食物呢 给浪费掉 所以你把食物呢 浪费掉了以后 将来你就得不到食物可以吃了 得不到食物可以吃 我们对于食物呢 要非常的珍惜 不要任意的把食物给倒掉 把自己的福报呢 给用尽的 我们这一辈子呢 所有的福报 都要珍惜 千万呢 不要把它浪费掉 要不然将来死了以后呢 你一点食物都没有 甚至于呢 堕落到恶鬼道去呢 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保圣如来 他所花的艳丽呢 他就是要 度化这些 恶鬼道的众生 所以呢 因此听到 保圣如来的名号 就是毕竟不 倒露到 恶道里面去 各位呢 要清楚 所以呢 他 这个保圣如来呢 他看见了 恶鬼最苦了 所有的 这个 倒露到地域里面去呢 恶鬼道是最苦的 因为没有饭吃 所以很苦 所以呢 我们放生的时候 那放生时都有 保圣如来 就是保圣如来呢 帮助这些众生 各位呢 在畜生道里面 为什么称为畜生道 就是在生的时候呢 吃尽了所有畜生 所以当你死了以后呢 墮落到畜生道里面 以后呢 你就是要被人吃了 你就是被人吃了 所以在放生时里面呢 有保圣如来 所以呢 那听闻到南方 保圣如来 盛好 就能够藏在天上 受盛妙乐 就是受这个福报 人间的福报呢 享乐完了以后 再来受苦 但是听闻到南方 保圣如来 盛好 不受苦了 这个两个呢 相互比较的话 我们前面所讲的 就是受很多的苦 就是享福 把福报用尽了 舊道 墮落到 畜生道 饿鬼道去了 如果不堕落到 二道就是升上天了 就是享福报 福报想尽了 再来轮回 不断的再轮回 这就是轮回的意思 再来经文 又以过去有活出世 好宝相如来 若有兰子女人 文士佛名 生恭敬心 世人不久得阿罗汉果 得阿罗汉果 各位呢 我们很多出家人 修行的目的 就是要正得阿罗汉果 所以呢 很多人精进修行 就是要得到阿罗汉果 释迦摩尼佛的弟子 也很多人正得阿罗汉果 大家要知道 这个宝相如来 宝相是由体而缩的 各位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修体 也要修相 体呢 是法性体 也是这个相上的体 法性体呢 就是我们的法身 这个体呢 体相呢 就由体而转为相 那这个相呢 那我们前面所讲的 在释迦摩尼佛百节修相好 佛佛都是如此的 要利益众生 必须要修百节相好 那阿罗汉不利益众生成不了佛 这就是因为阿罗汉只想自己修行 他没有想要利益众生 只有到阿罗汉 但是菩萨佛呢 他是因为要度化众生 要利益众生 他把他的心 他的相供养了 这个诸佛菩萨 我们大家都知道 拿花来供佛 下一辈子会长得很漂亮 如果我们这一辈子 用身心来供佛的话 我们当下 我们的身心庄严心境 所以我们要用相用心来供佛 这样的话我们相才会更庄严 所以这个禅宗所讲的 开悟就是成佛 距离还是很远 真的是大侧大悟 我们修行的目的是在哪里呢 就是要大侧大悟 阿罗汉只想自己修行成不了佛 阿罗汉呢 在这一辈子只有到阿罗汉 他只有自己修行 他只有自己想了脱 他没有想要帮助众生了脱 所以呢 他只有到阿罗汉 到阿罗汉的警戒 但是到阿罗汉要到成佛呢 那真的要修百节相好了 百节的艳丽的 所以呢 相好是修来的 各位呢 我们看到很多人相很庄严 很严满 这个就是他礼节修来的 修来的福报 所以人家相貌很好呢 谁见了就会喜欢喜新 就是因为他前世 或在今生呢 他做了很多的布施 做了很多的供养 供养 然后做了很多布施的以后 他的相庄严 让人家看得很喜欢 很欢喜 就是他结下很多的善严 他的福报增长 自然他的相呢 就会很好 就会万德庄严 就会万法言通 就是福德很够 很圆满 我们要做布施的以后 福德自然就记止了 有些人呢 大家见了就烦恼 那他想求人家办一点事情 就很困难 也就是这样的人呢 就是他前一世呢 没有种好的因缘 没有做布施 没有做这个 帮助利益众生的事情 布施做功德 所以呢 你要求人家 人家都不会帮你 你的善严 就不会来 所以我们要多做布施 多做 赞叹别人的事情 这样的话 我们自然会结下 好的因缘 好的果报 自然人家看到你呢 就会起了欢喜的心 所以呢 我们要了解 我们见的佛像 一定要恭恭敬敬的 除了佛有那么大的功德以外 各位呢 我们要让人家 对我们起了欢喜的心呢 就是你要多做布施 多做布施 那结善严自然 人家就会喜欢你 你就不会起无名的烦恼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知道的 宝像如来给人什么呢 就是 相庄严 就是他的相很庄严 让人家看了以后 心呢 就会起得欢喜 心 所以呢 相庄严了以后 这个人呢 不久的时候呢 就可以断私祸 这个断私祸就是 把他的烦恼 无名烦恼给断除掉 真正呢 正道的 不再轮回了 修道不再轮回了 不说轮回之苦了 生死之苦了 所以呢 才能够正得无生 无生人 罗汉 就得了四果 这当然不是究竟的 各位呢 要知道 正道阿罗汉 不是究竟法 还是要当菩萨 或是当佛的以后呢 修道菩萨 或是修道佛的以后 才是究竟法 所以呢 每一真佛所花的燕呢 各有所不同 各有所不同 这十真佛所花的燕呢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各位呢 我们每念 每一真佛呢 每一真佛的燕力 都不一样 所以佛有佛的威德力 有无量的佛 在这个娑婆世界 视线 我们要了解 每一尊佛所花的燕呢 燕你 我们每一个人都记住 燕所有众生 都能够记住 你念了地藏经 不念这个佛号吗 正的阿罗汉国 已经是了生死的一半了 正的阿罗汉呢 还没有到究竟法 还是到一半而已 所以你还是要花燕 成为一个菩萨 也就是要利益所有众生的意识 虽然呢 阿罗汉 变异生死还没有了 阿罗汉呢 还没有到变异生死 还没有了脱变异生死 但是呢 他已经不造业了 不造业了 不再造罪了 断了见尸祸了 断了见尸祸了 没有不花心的罗汉 我们要了解 说他是小圣吗 但是呢 他又是修到阿罗汉 说他不花心吗 但是他还是花心 所以呢 都花了心了以后呢 在法华经说了 说度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 他只是心量不够大 这个阿罗汉呢 心量是不够大的 真正一个菩萨呢 他是花了大宴的 心量无量无边的 那阿罗汉只有小小的心 没有大心 但是菩提心呢 他就不大了 各位我们要了解 一个修行呢 一定要花菩提心 利益所有的众生 你花了菩提心 利益所有的众生 你的艳力自然就成了 你的艳力就大了 但是如果你只有修自己 不花艳度化众生的话 只有修到阿罗汉 如果你今天有这么大的福报 遇到大圣法门 你更要花了大艳 利益所有的众生 帮助众生 你的功德才有办法圆满 所以呢 大圣法跟小圣法在于 你的艳力 你的艳力跟你的心 所以呢 好不容易得到人生 好不容易得到活化 我们就来花一个大艳 利益众生 当一个大圣修行者 这就是我们要花的艳力 好再来 又以过去 无量阿神奇节 有活出世 好驾沙壮如来 若有男子 你人 文士佛名者 超一百大劫生食之罪 那这个比喻在前面的 四十节又多了六十节 一节一节各有所不同 但是一百节跟四十节又多了六十节 各位要了解 这个呢 都是按照时间 世间向上所说的 各位呢 我们修行要了解 要长节入短节 才能够缩短 我们受生死轮回之苦的时间 把时间缩短下来 这个按照世间人所说的呢 四十节跟一百节又差了六十节 所以这个要花大艳 驾沙呢 就是欢意成福田衣 就像我现在师父所穿的这个驾沙呢 称为福田衣 就是因为你今天有福报 出家修行 才有这个福报呢 可以穿这个福田衣 接受这个人天的供养 这个就是福田衣 就是我们出家人披的这件衣服 这叫做福田衣 一格一格的叫做福田衣 在印度呢叫做驾沙 驾沙福田呢 又翻译成解脱了 这件衣服呢叫做解脱衣 穿了这件衣服呢 一定要精进修行 了脱生死 才是福田 披上这件衣服呢 少一些烦恼 更要断掉所有的烦恼 降服以及烦恼 你要有智慧去降服烦恼 由于披这件衣服 而能够得到解脱自在 因为是向解脱的路上走 闻到这尊驾沙状如来的名字 不论是男人女人 而跟闻到这一尊驾沙状佛的名字呢 你就消了一百大劫生死重罪 也是永远不堕落到山徒 不堕落到地义 恶鬼还有畜生道去 各位呢 我们要了解 我们有这个福报 可以出家修行 披上这件福田衣 这个福报是相当的大 更要精进修行 不要把我们的福报给用尽了 把这个福田衣给用尽了 如此才能够增加我们的福田 增加我们的福田 修行的目的就是要积德 积德 这个积德呢 除了自己的功德 内在的功德 更要外在的功德 所谓的外在功德 就是你要利益所有外法界的众生 利益帮助众生 利益众生 你的功德才是够的 如果你光出家 为你自己修行 你内在的功德不够 外在的功德不够 你把你的功德用尽了 各位呢 我们如何去了头生死 这就是我们修行 披了这件架沙的目的 希望大家呢 修行都积德 积福利益所有的众生 学着地藏王菩萨的艳力 帮助众生 利益众生 超脱环绕 利益众生 解脱自在 我们今天呢 要了解修行的目的是在哪里 这样的话我们的福德 功德才能够圆满 祝福大家呢 这个滑喜充满 福慧圆满 利益所有的法界众生 我们今天呢 讲到这里 祝福大家 拿摩本师大自在王佛 中文字幕制作者 李宗盛 要保护 公文字幕制作者 李宗盛 传栏 连加 能不能够 您